最近這幾天有多份民調 都在討論2020的總統大選 那麼各家數字綜合起來發現 其實韓國瑜是天下無敵 那麼就連他跟柯文哲對戰 他一樣也贏過了柯文哲 可是我們要從這一份 最新的TBS的民調數字裡面 把這一塊拉出來看 就是地區分析的部分 在地區從北看到南 我們來看我們一直在說 北科南韓 可是在這一份的民調數字上 呈現的卻是北韓南科 怎麼說 我們看到北北基 桃竹苗 這一塊幾乎支持度最高的是 韓國瑜 怎麼會這樣 尤其在北北基的部分 韓國瑜更是大贏了 柯文哲幾乎10% 那麼一路再往南走 中張頭的部分 柯文哲搬回一場了 尤其到了雲家南 甚至高平鵬 高平鵬不是韓國瑜的本命區嗎 反倒是柯文哲大贏韓國瑜 那麼柯P 北反而是在南台灣 比較有人氣 柯文哲自己的解讀室 是距離的美感 和韓國瑜的支持者 是否有重疊 他怎麼看 他說這個粉色重疊事實上只有10% 他認為他自己跟蔡英文總統的 重疊度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麼來看到韓國瑜這邊 對於一直在基層上有聲浪 要拱韓出來選總統 有沒有可能被國民黨徵召這塊 國民黨主席吳敦也說不排除 好 那麼韓國瑜說 現在他就是要拼市政衝經濟了 暫時不去討論總統大選 好 那麼現在也有記者問說 民調說高雄人 大概還是有56%的高雄人 是反對韓國瑜出來選總統的 這個部分韓國瑜說 尊重所有的民調數字 完全都尊重 好 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們從地區交叉分析來看到 昨天也稍然帶到了一部分 那麼韓漢 你的說法是說很顯然的 韓國瑜他現在在南台灣 尤其高雄這一塊的農 魚 公 全拿 既然全拿 可是為什麼這個跟柯文哲一比 他居然輸了 難不成只是單純的 就像柯P說的距離美感 我覺得我們這兩天的節目 有點像是在看這個東亞情勢 南韓變成北韓了 本來是北科南韓 現在變成是北韓了 就韓國瑜跑到北部來了 昨天我已經跟大家報告 我出負的看法 那就是至少大家可以看出來一點 就是現任市長才當不到兩個月 今天才2月22號 2月25號才算是上任滿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就一直在講說 你要不要去選總統 其實當地有投票給 台北市投給柯文哲 高雄市投給韓國瑜的選民們 他們基本上對這個事情 是不樂見的 所以TVBS跟蘋果日報 兩份民調可以看到 分別有51跟57的 當地的民眾是 他不贊成韓國瑜選總統 但是這個事情 你要分兩個階段來看 你再問他說 你知不知是韓國瑜現在選總統 他給你51的反對跟57的反對 可是接下來 你知不知韓國瑜在當地 就是說你知不知韓國瑜選總統 當地還是開出了 超過30%到40以上的票 他們還是覺得說 如果真要選 所以他是兩個階段的問題 觀眾朋友 當你問我這個人去選 總統好嗎的時候 你會講說他是市長 不太好 可是到最後他已經成為 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那就要從總統候選人之間 譬如說 柯文哲 韓國瑜跟蔡英文之間 再去看 你看那個時候 韓國瑜就有30幾塊 將近40的支持度了 所以他是兩個階段的問題 我是不支持他去選 但如果他已經是候選人 我會不會投給他 或許會 這第一個 所以在台北市跟高雄市的選民 各自台北市對柯文哲 跳出來的支持度低 反對多 高雄市 南台灣 對韓國瑜跳出來選總統 不繼續當市長的支持度 也是不夠高 反對的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點 我們要進一步分析的是說 你要知道過去 大家所謂的北藍 藍綠 就是台北 北台灣是藍軍 南台灣是綠營的部分 你看在北北基跟陶竹苗 至少過去這一塊 大家覺得說 至少這是藍營的鐵票區 藍營鐵票區 過去這四年當中 那麼柯文哲他基本上 得到了非常大的一個支持度 的情況之下 藍營可以靠著韓國瑜 把原本的傳統制度拉回來 所以韓國瑜在北北基逃出苗 這一個藍營的選民當中 基本上是認同他的 他們也沒有說落跑的問題 因為我需要一個 能夠穩穩選上2020的人 好 那柯文哲當然 他說距離產生美感 因為高雄人不瞭解我 覺得我還不錯 就給我高一點支持度 台北人不瞭解韓國瑜 但這句話乍聽之下是有道理 但是實際上根本就是 完全見不起邏輯的檢驗 因為韓國瑜在一年以前 他一直基本上 他過去是台北的 都在台北 他是台北的 他是中永和的立委 而且他也是北農總經理 幹了那麼多年 他怎麼會跟台北人 他以前就在台北出現 在台北活動 他是過去這一年多 才去高雄當市黨部的主委 跟選高雄市長對不對 所以你說台北人對韓國瑜 非常的陌生 很有距離 所以都是看了以後覺得說 因為我對他有距離 所以我才有美感 這個我剛剛講的邏輯 就不成立了 第三點就是大家會講說 好 那既然是如此 柯文哲今天也在講說 到底是不是要選總統 他剛剛上廣播 他是說我還在想 他也一樣 就是說反正在6月之前 他一定不會給你一個 完整明確的答案 一定要選或是一定不選 不會 因為只有答案不完整不明確 媒體才會繼續討論 所以柯文哲也是希望 媒體能夠繼續討論 所以他會一直維持這樣子 繼續曝光上媒體 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最近頻繁的 上電視跟廣播的 這件事情來看 還有過年的時候 連續幾天跟網紅搭檔 拍節目來看 就第一個他有準備 第二個他也顯然 因為韓國瑜的民調 跟氣勢超過他 他會有點著急 就是說我原本是覺得說 要不要選超自在我 反正我就是第一 像就像Michael Jordan 我要不要退休去打棒球 這是我自己選的 反正我一回來還是三連冠 那是我的局 籃球場上我就是制霸 柯文哲就說要不要選 我就我決定就好了 反正我不選 小英可能就謝天謝地 他可以白綠合作 但如果我要選 他就是選不上了 是我來決定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即使柯文哲你要選 如果韓國會選的話 你就不一定贏了 而且看起來你是一定輸 的狀況之下 柯文哲的選擇權也小了 所以大佬才會講 沈大佬講說他認為他不會選 我覺得情勢都會變化 包含國民黨方面 這兩天大家還在談 我補充一個給大家報告 因為後面立文跟大謙哥 一定都有更深入的看法 有沒有可能 因為大家看到昨天 黃金明院長講說 吳敦義主席所謂的 不排除任何狀況 任何狀況 其中一個就是徵召韓國瑜 他說這是假議題 第一個我相信 王院長認為 韓國瑜不會出來選 第二個我們也都普遍認知 韓國瑜不會去領表 去成為那個初選的人 所以既然如此 一旦其中初選之後 根據黨的現在的提名辦法 韓國瑜根本沒有出現的 可能連一個百分點都沒有 但這是現任的辦法 一旦 以這樣的謎要來看 觀眾朋友 以這樣的謎要來看 藍燕的選民他最愛的 其實不是韓國瑜 藍燕選民最愛的是 2020國民黨保證執政 所以當韓國瑜被賦予 只有他才能夠保證執政的時候 當然就是更愛韓國瑜 可是如果 我們就這樣假設 如果到6月的時候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的候選人 已經可以贏過柯文哲的話 這個時候就沒有 韓國瑜非得出來的空間 所以初選的 我相信會有人提 那個人會不會是吳主席 我不知道 當國民黨的總統的初選 啟動的時候 除了按照現在的提名辦法 三成黨員 七成民調 去詢問各組有無意見 要不要辦政經發表 要跟辯論會的同時的時候 會再附加一條 等到我們要提名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民調無法贏過 不是韓國瑜 因為要贏韓國瑜其實有難度 也就是可能潛在的 所謂的對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的 省政考慮再做協調 那個空間就很大了 所以也就是說到了6月 如果朱立倫 王金平 或是吳敦英主席 他們如果真的有參選 吳主席應該在3月底之前 他會做決定 到底要不要參選 還是就是當黨主席 當所謂的遊戲的裁判 去主導初選 這也有可能 就是他沒有跳進來 很可能最後變成是 王金平跟朱立倫兩個人 去參選 這個時候就會 吳主席的高度就可以講說 那就是這樣子 你們兩個盡量的努力 如果到最後我們要提名的時候 你可以在民調上 贏過賴清德 蔡英文跟柯文哲 我們就提名你全黨一心 去讓你選上2020年的總統 吳敦英就會成為 讓國民黨再次執政的 國民黨黨主席 觀眾朋友 2008年的時候 吳敦英那個時候是實質黨主席 他操盤 然後立委選了80幾席 兩個月以後 3月的時候 馬英九選當總統 完全執政 第一次國民黨 過去20年來 國民黨的第一次的大勝 是吳敦英當黨主席 第二次默默的 大家沒有發現 那個潛水點就是去年 2018年的11月24號 國民黨贏了15個縣市 黨主席也是吳敦義 可是沒有人在談他 所以他其實他也覺得很悶說 我是怎樣 我會努力當黨主席 大家都覺得我根本就沒有人氣 好 但是如果第三次的2020 假設國民黨可以執政 那個黨主席還是吳敦義 他就造就了三次國民黨 在我們的台灣的選舉史上的大勝 都是跟他有關 他的歷史定位也會拉出來 那個時候 韓國瑜徵召的空間就出來了 文院長所謂的假議題 就不會是假議題了 立文認同 韋翰的分析 也就是目前韓國瑜 真的是民調上他最高 到時候在國民黨會不會 真的有所謂的韓國瑜 附加條款出現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對於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份民調的地區交叉分析 你感到意外嗎 韋翰不愧是長年跑政治新聞 他講的基本上我都非常的認同 他也分析得非常的面面俱到 我有幾點補充 第一點 先講民調 連宋跟陳水扁 就陳水扁要連任的那一次 陳水扁已經當了一任總統 要連任的那一次2004年 連宋和 當時民調最高的是馬英九 是當時的台北市長 不是連宋 可是連宋還是選了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我還不是國民黨員 我還親自跟連主席建議說 為什麼不連馬配 連馬配不就穩贏的嗎 他們說不行 孫大謙在這還沒有更清楚 不行 就是說 已經跟宋處理講好 要連宋配這樣 我當時就 像看我那時候年紀還多小 對不對 當時就覺得說 馬英九民調這麼高 對不對 為什麼 陳水扁不能再讓他連任 為什麼不找馬英九連馬配 好 話說回來 我只是要講說 當時連宋的民調 還贏陳水扁20% 雖然馬英九更高 但連宋和也贏陳水扁20% 最後誰連任 陳水扁20% 那麼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講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然我們就講去年的選舉 去年的選舉 韓國瑜輸成其賣多少 最後他贏了十幾萬票 黃偉翰太厲害了 我是最早說韓國瑜會贏的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偉翰說 他會贏超過10萬票 就跟台中一樣 在選前一個月我就知道 盧秀燕篤定當選了 但是大家看民調就覺得說 這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林佳龍只要怎樣怎樣 好 我只是說 選舉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 如果民調就決定了一切的話 就不用投票 我們就宣布 邰文哲當總統就好了 對不對 何必總統大選 就直接民調就好了 多省錢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民調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讓你知道說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選民譬如說區域性的 他們議題性的也好 或學歷或各種的比較 讓你去發現說 我的強項在哪裡 我的弱項在哪裡 年輕人為什麼不支持我 等等的 這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但是如果你就民調決定論 全部被民調牽著鼻子走 政黨就解散就好了 我們就讓媒體 讓民調公司來決定 誰當總統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不要 而且現在離選舉 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現在贏不算贏 現在輸也不一定輸 也不要 雖然我自己是賭信 民進黨很難連任了 幾乎是不可能了 但是也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當做民進黨不存在 這當然是 你看到蔡英文 她絕對會用盡所有的力量 來保住她的政權 所以你也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當做民進黨不存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看這份民調 我告訴你 這份民調如果準的話 表示韓國瑜出來選 他不需要經過初選 也並不需要一個整合的過程 所有的藍軍 自動整合在他的旗下 為什麼北部贏南部輸 因為北部藍軍強 中南部藍軍弱 就這麼簡單 所以在這個選舉裡面 你從他的這個民調 因為我昨天有很仔細看 年輕人中間選民 是不傾向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所以年輕人跟中間選民 是覺得柯文哲 比他更有選總統的正當性 所以在這裡為什麼 高高平是他高雄 現在是全台灣最熱的 他們不是不喜歡韓國瑜 不是不支持韓國瑜 是覺得韓國瑜應該先當高雄市長 所以韓國瑜選 他必須要排除很多的困難 不是這麼的簡單說 因為他現在民調低 國民黨還想那麼多幹嘛 就直接徵召他 那就當選了 選舉其實真的沒有這麼的簡單 國民黨也不應該這麼沒出席 這麼偷懶 該做的功課 該做的工作 都應該要去做 不是韓國瑜選 韓國瑜一定全力輔選 通過初選的候選人 不管是王或者是朱 其實你問我 我都覺得勝選的機率是很高的 包括柯文哲選在內 所以不應該因為民調 就覺得說免贏 免贏 蔡英文每天都這麼認真 如果是這樣的話 蔡英文就應該放棄了 他還在選什麼 他還在選什麼 他當然相信他可以改變 不然他幹嘛這麼認真 所以今天話再說回來 柯文哲會不會選 柯文哲一定選 柯文哲也已經在選了 柯文哲這次不選 以後沒有機會了 他這次有沒有機會 民調就顯示他真的很有機會 他為什麼不選 他一定會選 再過來講 那麼剛剛在講說 國民黨因為這技術層面上面 在正當性的建立上面 真的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就是說讓韓國瑜出來選 讓他出來很漂亮 你不能勉強 你不能摸得很怕 你就是害了韓國瑜對不對 而且韓國瑜為什麼 要為國民黨犧牲 他不是國民黨的 他現在是高雄市的 或者說你應該說他是全台灣的 他不能夠被國民黨犧牲掉了 你國民黨萬一演了一齣爛戲 然後反正爛沒有關係 我們演的這個戲再怎麼爛 只要只有韓國瑜出來選 我們就得救贖了嗎 就每個人都升天了嗎 當然不是這樣 而且今天如果出現的是王金平 初選 韓國瑜一定全力相挺的 韓國瑜怎麼可能說 雖然今天是王院長出現了 但是我比較強 我把你換掉 你選的時候人家才幫過你 現在人家要選的時候說 你不要選我出來選 你覺得韓國瑜會做這種事嗎 絕無可能 所以就為什麼我會說 如果要韓國瑜出來 你國民黨就不要初選了 對不對 問題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怎麼建立韓國瑜出來選的正當性 這是一個很高的高難度 而韓國瑜也沒有理由讓他覺得說 我要選 他現在不可能講這個話 就算中央給他穿小鞋 或者是說再繼續罵他 或者是真的很嚴重 逼韓國瑜不得不離開 高雄市長的位置 因為我如果不選總統我沒辦法 但是這種東西 起碼現在這個土豹子 還不足以成為 韓國瑜出來參選總統的理由 那只要韓國瑜他自己 我是說他自己 自己不鬆口 他自己說我沒有要選 你們不要找我 你黨可以說管你要不要 你就是給我來選 可以這樣嗎 當然不行